大家好,我是广告人博涛 好多朋友好奇霓虹灯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我就分几期视频带大家详细了解 麻烦您点赞关注一下,多多支持 上期视频跟大家展示了霓虹灯LED灯条的焊接过程 这期视频带大家看看霓虹灯上面硅胶条的安装方法 硅胶条具有柔软容易造型,透光柔光效果好,阻然防火耐高温等特点 这种材料非常适合用作霓虹灯面层 霓虹灯的底板是用专用刀具雕刻出来的灯槽 灯槽一流卡口,硅胶条就直接安装在卡口上 用刀具材切合适的尺寸塞进灯槽就可以了 不需要胶水粘接,这样后期维护比较方便 硅胶条的宽度有12毫米,8毫米,6毫米,三种规格 市面上常用8毫米宽的 切割硅胶条,有几个小工具,下面介绍一下 第一个工具就是美工刀,用来切断硅胶条 直接头和斜接头都是美工刀切割的 第二个是圆弧切刀,用在笔划的起始位置 切出来是弧形的,非常美观圆润 第三种是直角切刀,用在造型需要拐角的部位 用直角刀切出一个直角,然后折过去 根据图案,这三种切刀配合使用 就能完成硅胶条的裁切和安装了 视频拍摄和制作不容易,都看到这里了 点赞关注一下吧 下期我们说说霓虹灯防水的风力 希望你继续恒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